各位好,我是彭律生 港股在暑年最後的幾個交易來說 大家預料到應該都會比較靜 而今天來說,全日的成交額 又或者市場的升幅都明顯收窄了 只是配合過年的氣氛 大家都是提早收勞下 令到全日的恆指最後只升了300點 和早段時間升超過200點 很明顯出現一個很大的落差 我相信很多投資者在假期前 尤其是明天開始,北水就停了 投資者就在北水暫停之前 先行在股貨的理想 因為最近整個市場升上去 主要都是看回北水的流向 能不能夠撐住市場 如果北水一旦假期的時間暫停 縱市外圍出現一個下跌來說 北水是沒有辦法買入港股底下 港股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雖然現在來說,我也相信 整個大市出現一個急跌的機會 的確是不多的 因為看到整個恆指由低位 8250點的水平反彈上來 10天、20天線都站穩 雖然10天線跌了下去 有些比較醜樣的情況 但始終市場仍然在資金比較充裕下 帶動整個市場站穩 最後來說,今天收市時間 是佈在29,300點水平上 成交額暫時去到1850億 也看到在現在的水位 保利加通道仍然是比較寬 還是超過2000點的波幅範圍 令整個市要再上一步向上突破 的確不是那麼容易 在這個新年的期間 北水暫停 投資者入市的興趣 也不會說是特別高低下 要突破3萬點 甚至是去到之前的 30191這些水平流上 的確是比較難 以現在去看回 20天線仍然都會在整個大市 一個叫做短期的中緯線 恆指暫時都會在20天線的水平附近 浮浮沉沉 直至到農曆年駕回來 北水重開 到時候市先有機會出現突破 大家來說 暫時提早收勞 個別股份照炒 但市就升不起了